以前这只摸摸叫的大熊猫就是镇生 经常看到它肯定 坐姿狂野 没想到它的声音也挺粗犷的 虽然它的声音不佳 可它最爱的却是家子 经常关注镇生的小伙伴都知道它有一个奶妈 声音老温柔嘛 甜的不行 在镇生直播时 主播也曾透露 镇生只喜欢女性饲养人 而云儿舅舅则喜欢男性饲养人 现在镇生终于能接受男性饲养人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奶爸是个家庭 有次镇生摸摸地和奶爸吵架 奶爸的声音真的挺家庭温柔的 还没镇生的出口 所以咱们就说 当初零年被镇生揍了 是不是因为洗脚 唱歌声音太难了 不够家子的音乐 跟镇生一起打工的鱼儿舅舅 不仅温柔脾气好 买呼呼的 而且声音还很佳 这是奶妈在为她吃饭 是超乖的一只小熊 镇生上次为了找鱼儿舅舅完 红给水的小门钻了出去 差点就成功了 话说镇生要不要考虑一下金虎 金虎是熊圈出了名的音音怪 无论是说话还是吵架 声音都很佳 奶妈之前还担心她的声音太佳 找不到女朋友 给她抱了私家门 教她把声音链粗犷一些